這次黑貨娛樂我叫江軒軒 今天教友的琴娃怎麼稱呼你 我叫Ivy Ivy是什麼星座呢 雙子 那你目前是什麼職業 我現在大業總 目前大業總 她是學生嗎 應屆畢業生 那我們想問問你上一段感情是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結束 呃...就前男友就是跟我好朋友發生關係 你怎麼發現的 就是他後來有跟我談成 然後我們就是 我也沒有找到那個女生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和平分手 哇...那你很理智耶 對...我蠻理智的 但是就是還是會難過啊 難過超久 難過了半年吧 這很...就是身邊最親近的人 對啊...就很像那種偶像劇的那種情節有沒有 那他怎麼會選擇跟你談情 因為他被我抓到就是 他一方面傳LINE跟你講說寶貝我愛你 一方面那個時間點在照軟體約泡 剛好約到我唱歌的姐妹 然後我那姐妹就直接給我看 欸...這不是妳男朋友嗎 然後... 躲起來之後想說 嗯...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說 那你有什麼事情 就是...全部都跟我講 你都已經發生 全部講完 他就跟我講 他就很坦白 對...他很坦白跟我講 那...後來跟那個女生朋友還有聯絡 沒有聯絡 可是我也沒有去找他怎麼樣 嗯...就是算... 對對對... 不想追究 對... 那你覺得分手後是可以做朋友的嗎 我覺得是可以的欸 可以... 我現在跟他也是友好關係 喔... 對...他現在可能跟他女朋友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還會逆我說 欸...妳是曾經最了解我的人 然後怎樣怎樣 對... 那...你覺得在夜店能夠遇見真愛嗎 對... 不能... 寬敞我真愛啊 對啊... 那有沒有一句話就是送給... 就是那個很渣的前男友 就是... 希望他在我身上有學到怎麼好好對女生 然後好好對下一個女生 嗯... 不要再當渣男 對... 對...不要再當渣男 那最後沒有一句正能量的話 鼓勵一下其他女生 就... 世界上男生還很多 啊...還年輕人就多看看 對... 好...那我們這樣就可以啦 謝謝